随着将来我们回了大学之后 我就把这个技术交给了我大学的社友 然后我宿舍里边是我先买的电脑 没错 但是我先买 打个游戏对大家打不了 因为他们没买 所以说过了半个学期之后 他们回家之后再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人手一抬了 带回来的时候怎么知道呢 原来我和张胆可以直接打 现在这么多电脑一起打吧 多爽啊 怎么做的呢 我当时我就有个想法 想把这三台电脑连接在一起 我是怎么想的呢 你看啊 你既然两台电脑可以直接连 那再来一台电脑会怎么连 我的想法就是拿着个剪子 把这个剪断 它里边有八根线 我就黄颜色的接黄的 绿的接绿的 等我八块钱见不就完了吗 我真的当时我就是这个想法 因为我从小我的物理还是学的相当好的 接个灯呀 是吧 这所有家电都是我搞定的 我到了大学里边的时候呢 我就想电流 对吧 这个220的这个电不就是电流吗 那电流捅人去之后 他就有电流 是吧 做工什么R的平方2 还是什么东西呢 这不又亮了吗 那最后呢 这个地方 那同学想想 是不是将来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几根线给他接起来 是不是三个电脑 是不是可以通行了呀 我们三个不就打对打了吗 如果我带来个哥们 我把这个线揭开 剪开 再插到他的电脑里边去 我们四个人不就可以打对打了吗 后来我还真的剪了 然后插好之后呢 原来我们俩的通信一插他就不行 所以说我说你这个破电脑 你扔了 你一插就不行 但是呢很概念什么呢 他说他为了证明他的电脑 没问题 他说你把你的电脑扣了 然后我们俩个插 他们俩也行 我说那又为什么呢 两个人能行 三个人就不行 为什么 三个人一样 四个就行了 五个也不行 你别觉得这个地方当做玩笑 你别觉得很简单 你一定明白 为什么我的电灯 我这个地方想接个灯 很简单 我只把220的这个线 零线和火线给它剪开 接下来找个线接上去 接上个灯泡 这个灯泡百分之百亮 没问题吧 但是网线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网线里边传送的是 数据的信号 而不是传的电流 就是说他核心点 传的不是电流 对吧 你只要有电 那百分之百有电流 但是呢 他传递的正确的是信号 我一说一个东西 你知道 在打看亮剑的时候 是吧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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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什么东西 电报为什么要滴滴滴 他闲得没事干了吗 他按住不就行了吗 那个人就 他手不累 我就当着我想 他按住不松我就完了吗 为什么他要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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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这就是电报 那其实这个原理呢 被应用到了电脑里面去 当你的电脑上想要发一个字 我举个例子通了 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 你的电脑192.168.1.1 想要把100这个数值 100这个数值 发给对方 怎么发呢 第一报 首先打开接载机 找到十进制 100变成二进制 这仅仅是两种表现形式 还是指令你那个东西 这么说的意思了吧 打个比方 我这个矿泉水平 卖给中国人两块钱一瓶 一宝的是吧 两块钱一瓶 但是卖过美国人的时候 那美国人都不认人民兵 他认识了 那美元多了吗 那么这个说 这个美元呢 也是两块钱 可以吧 那美国人不就被宰了吗 他们有钱就得宰他们 是吧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 是表达的同一个意思的 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听懂了吧 所以说你点一下十进制 你数个100 你点二进制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100就变成了1100 然后两个零 后边一个一 后边三个零 好的吗 注意看 十进制的100 对中就变成了1100 OK是他 那么对前面补一个的话 那就是八个 八个 咱们都给他按了八个来对齐 怎么发的呢 我就把这个值扔给了我的网卡 我的网卡接下来 注意看 怎么发 如果咱们只是规定 如果要是从对左边开始发 那么将来会是怎么表示零呢 好了 我先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 我接下来给你发消息 来你等了 好的 行 好了 我怎么发的呢 零 我不给你有电 表示零 多长时间呢 比方说就这么 我只假如说零点一秒 零点一秒的时间 我没有电 零点一秒之后呢 我又给你有电 就相当于开关的开个关 我在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零点一秒 好了 这个有电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零点一秒钟了吧 后面不是还有个一吗 怎么办呢 再过零点一秒之后 在这个地方再来个一 就是再按电 再按这一秒 然后接下来我让你没电 多长时间呢 还是零点一秒 那么零点一秒钟结束之后 请问同学们 相当于这四组数 就是哪几个呢 是 这 左边这个 左边这四组数 是不是已经发完了 那么按照同样的规律 我接下来发后边这四个 零 从这个地方开始算 多长时间呢 这么长 然后呢 我在接下来有电 多长时间呢 我还是这么长时间 零点一秒钟 还是零点一秒钟 接下来又没有电 我再下来 没有电 零点一秒 然后接下来 从这个地方又零点一秒 大家看 我总共多长时间呢 零点八秒 也就是说我告诉你哈 接下来零点八秒 你一定要准 准不好零点八秒 到底有没有东西 你一定要听清楚了 好懂吗 我把这个 先没有电零点一秒 再又电零点一秒 再又电零点一秒 又没有电零点一秒 零点一秒 又有电零点一秒 没电零点一零点一 我把这个东西 有电没电 请问他这边 是不是就知道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时间长短 他把这个时间长短 收出来之后 请问是不是 他就记录下来 先是没有电 但是有电 但是有电 接下来又是没有电 又是没有电 又是有电 又是没有电 请问 是不是他就收到了 一个这样的数据了吧 那么接下来 你就把这个 上面的这个 值得认为是低 下面没有声音 不就完了吗 那么请问 我收到的数据 就是刚开始没有声音 低低 没有声音 然后低 然后没有声音的时间 前面是不是数据 就收到了 接下来 把他收到 有电没电的 时间的长短 解析出来 最终就变成了 0110100 前面还有个 ok 还有个零 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个零 听懂我 那么最终 大家没发一个 原来 当一个电脑里边 想发一个100 给大家对方的时候 先一定是把这个数据 变成二金字 然后接下来 对中转换成电信号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对中他收到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他就知道 这个数据是谁了吧 就这么传的 就这么传的 那为什么 我在接上一台电脑 就不行了呢 他们 其实可行 但是前提点是 必须有一个发 另外一些人收行 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发 必挂 为什么 他本来是想让 在根线上没有电 拧点疫苗 但是他先要发 1111 0000 请问什么 只要他一上电 就是一开关 请问 本来他是想要发没有电 但是立马被变成有电了 你说是吧 不管你前几个怎么样 是不是都是有电 那么将来不就收到了 上来就是四个一 你说没错吧 接下来的数据 是不是才会 按了原来数据过来 这就乱了 能立下个意思吗 最终表达出一个意思了 原来网线是不允许拆开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发现 你的桌子上有插牌 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 你的桌子上 可以把一定网线拆成五个线 难道干网管的人傻吗 他非得给你拉五个线 每一根捅在这里边干什么 拉一根放在你桌子上 接下来像插牌一样 就扩出五个口来 请问是不是更简单吧 他没这么多 原因就在这 电脑里边都是电信号 而不是电流 听懂了 这个当作过程是理解 那么说了这么多 最终表达出一个意思来 想要有多个电脑 读成一个网络 一根网线根本就不行 而且网线不允许拆开 那怎么办了呢 找设备不就完了 最终随着时代的发展 出现了第一种设备 这种设备叫什么了 极限器 极限器也简称SUB 叫做HUB 其实极限器你所听过 但是今天已经被淘汰了 就是网络的极限器 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有种东西没有被淘汰 你的电脑的USB口 一般最多有三个 但是你接的设备 往往有很多 蓝牙的 键盘的 然后还有可能是 你插了USB 什么时候充电器的 你有可能还要插了 其他东西 U盘的 光盘的 是不是还插了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什么 你的电脑里边的USB口不够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你从网上买一个东西 你插一个口 插到USB口里边去 最终扩出来四个 扩出来五个 知道吧 那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把你的USB口 给它扩展了 那个东西 其实也叫做SUB 叫做Hub 只不过是SUB的Hub 那么这种Hub 它是网络的Hub 它的一大作用是什么呢 能够把你刚才所说的 不能剪断线的 这种问题给你解决 它 把这三个设备 连接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看着 我买一个网线 一端插到你的电脑里边去 一端插到你的里边去 一端 你这根网线 一端带你 一端带你 这根网线 是一端带你 一端带你 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我用了三根网线 是吧 对于一根网线而言 请问它有剪开吗 一根网线的话 它是没有剪开的 对吧 那么这就保证了 如果它有数据要发 是不是完完全全 是不是可以发给它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备 而不再是 普普通通的一根线了 那么它呢 就可以收到数据 收到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通过特殊方式 是不是转给它也行 是不是转给它 是不是也可以吧 最终就实现了 将多个电了 放在一个网络里边 这就是SUB 也叫做HUB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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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做极限器 那你有意思了吗 这就是刚开始 很久之前 出现的这种极限器 但是这种极限器呢 有个缺点 这种极限器 有个什么缺点呢 它收到的数据之后 全部都是以广播的方式发 什么叫广播 还有印象吗 什么叫广播 全部都发走 是吧 我就给大家一人一份 就广播 那么也就是说 本来 咱们假如说 这个是A 这个是B 假如说A呢 想要给B发个学习 不想给C 它的意思是 发给它 让它转给它 它回过来的数据 让它再转给它 没问题吧 但是 当它这个数据 包从这 到了这个地方来之后 极限器的一大特点 广播 它有一份 它也有一份 它收到会接收 它收到之后会扔掉 解闻他们 那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A把数据 是不是已经发给了B了吧 A把数据发给了B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通道 是不是正在建立的吧 如果你再多接上几个电脑 那么这个时候 万一要这个 你A在给B发的这个期间 那么假如说还有一台电脑 叫做D 这个D这个电脑 接下来想要给费发 那么它也没发一个特点 A发给了数据 到了这 它接下来给B发的时候 是不是广播 那么这个时候 我本来我D要给费发的 是不是它现在正在的 这个通道 是不是过不去了 所以说 你的电脑越多 你的设备越多 将来你这里面就越拥堵 那这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这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极限器 这是最致命的确定 广播 一台两台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你几台以上这个网络就必须卡了 这就是一个很限制 它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一个情况 所以说的话 极限器诞生了没几年 后面呢 这些研究的这些人员们呢 就开始想办法 想办法干什么呢 研究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新的东西呢 就是咱们在墙上 就是你的这个墙 后面散的那个大盒子 那个东西其实就叫做交换机 交换机 那么交换机的一大特点 它比极限器要强 那墙的哪个地方是 它的一个表现形色呢 它 该广播的时候广播 该单播的时候 单播 这才是交换机 比极限器要胜利的地方 那么说的更直白点 今天交换机 基本上都替代了极限器了 基本上都没有了 但是呢 你从网上买了 确实还能买的极限器 极限器简单 二三十块钱一个 但是交换机呢 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那么四五十块钱一个 有可能 好了 那么这就是交换机 那么由三个电脑组成的网络 他们将来通信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通信 你所说的 该广播的时候广播 该单播的时候 单播又是指着什么含义呢 对吧 加了嘴听 说完这个咱修小 假如说 当前呢 有三个电脑 在三台电脑的IP 对吧 我现在给它设计啊 192.168.1.1 192.168.1.2 这个 192.168.1.3 好了 接下来我要通信 对吧 192.168.1.1 想要给1.2 发一个数据包 想要发一个海漏 那么理论上讲 他把数据给了交换机 交换机给了他 他再回过来 他再给他 这事是不是就讲 但是没怎么轻松 因为你直接发送数据的时候 是直接过不去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回到Windows里边去看一看 除了IP网络研码之外 你没发现在最前面 还有个东西叫做实际地址 实际地址是什么的地址呢 网卡的地址 网卡的序列号 每一个网卡 不管你是买了哪一家的电脑 每一个网卡都有一个 唯一的Mac地址序列号 那么这个地址序列号 就是什么呢 就是网卡的一个唯一的地址 它基本上划算成两扑法 前三组就是000429 表示一个生产厂家 后边的770BAB 表示生产厂家里边生产的 哪一块网卡 那么也就是说 网卡是整个用来收发数据 最核心的一个硬件 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上有一个固定的序列号 这个序列号就叫做Mac地址 MAC叫做Mac地址 那么有这个地址有什么用呢 同样就去看 当你的一方 192.168.1.1 想要给192.168.1.2发数据的时候 你只有IP是做不到的 当然啊 我说的IP当然包括网络研码 只有这东西是做不到的 必须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Mac地址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我那会说过 发送方发数据的时候 它是在向下赌包 接收方在解包 没错吧 先是应用堂 接下来是网络堂 接下来是传说堂 接下来再是网络堂 接下来再是链罗堂 请问这层放上端口 这层放上IP 这层是不是放上Mac地址啊 我就比较纳闷 他放上Mac地址干什么呢 因为他们最挑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 你如果要是站在192.168.1.2 这个电脑角度上 请问他收到数据的时候 他一定先解包 没错吧 他先解包的时候 是不是先要经过他的网卡的判断 他的网卡会判断什么呢 麦克地址 他的网卡里边有个序列号 打个比方他们 他的网卡 11 我只是打个比方 11 11 11 然后呢 00 00 11 我只假如说 他的网卡的序列号是这个 那么最终会导致什么呢 他的网卡 不管收到什么数据 他都会判断判断 是否是这个序列号 如果不是这个序列号 立马扔了 你听懂了吧 你的IP地址 即使写的192.168.1.2 但是他还没经过网络层的 链网层就扔了 听懂了吗 因此你发的数据 必须要写他的 麦克地址 那很尴尬 我可以 通常你的IP是谁啊 我问一下 你完了 我天哪 你的IP请问 这是是不是写了吧 但是我想问一问 你的麦克地址 当时没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在通信的时候 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你 通常麦克地址了 但是为什么 这个数据还能过去呢 我没问他 为什么能过去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TCPIP协议里边有一种协议叫做ARP ARP这个协议 ARP这个协议用来干什么呢 把你的IP地址找到它对应的麦克地址 什么意思啊 最听懂吗 最听最听 要理解这过程 我要给你发数据 我得知道你的IP是192.168.1.2 没错 但又因为 你收到数据的时候 是先要过来麦克地址 麦克地址如果不对 数据直接扔了 数据扔了之后 你的IP地址就是外对 是不是他也没有机会来过滤了吧 所以说你第一步 你得先满足他的麦克地址 那么我原来的时候 根据真的就是没有问过你的麦克地址 为什么我还能成功给你发数据 这就矛盾就在这了 他们嘴听 当192.168.1.1.2电脑 想第一次给192.168.1.2发数据的时候 他先会在他那个电脑里边的缓存区里边做一件事情 看一看有没有192.168.1.2的麦克地址 怎么看了呢 开始运行找到ARP 找到不是不叫ARP找到什么呢 电脑怎么这么卡呢 CMD 有人在给我发数据吗 ARP -A 192.168.33.22 来同学就只有这个 你注意看好了 我接下来随便找一个同学 比方说咱们再找一个 来找一个龙哥 是吧 来打开 我发了个消息 来注意看 是不是多了一个 你再看一下 康龙 他是192.168.33.69 没错吧 刚刚还没有 我只要打开他 我跟康龙说了一句话 哎 你们发现 康龙的IP 以及他的麦克地址 physical address 是不是物理地址 这就是他的麦克地址 怎么来的 同学们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 当你接下来想要给他发数据的时候 你不得先知道他的麦克地址吗 我们不知道 我怎么才能知道呢 首先通过ARP广播 得到192.168.1.2对应的麦克地址 我先广播 来同学们 我接下来广播数据 到了这个地方 请问 我怎么知道我为的这个电脑是在他呀 还是在他呀 我确定吗 不确定 他会怎么着呢 我发的是一个ARP的广播 到了这 他给他一份 给他一份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那我就要问你了 最强 这个地方很尴尬 我想要问他的麦克地址 他一定先收到包 然后把 然后解析之后 是不是给我回过来吧 我想要给他发东西 我得先填他的麦克地址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麦克地址 反而我要问他的麦克地址 怎么办了呢 所以说是这样通吧 最强 当我接下来发的这个ARP广播数据包的时候 如果我想要问你 但是你不是说要必须接受你的麦克地址吗 如果你只接受一个的话 必死无疑 大家绝对是死循环 绝对搞不定这个事情 就是什么 思索 这就是思索一种体现 那么这种说怎么办呢 除了他可以接受这个麦克地址之外 所有的网卡默认还接受另外一个麦克地址 第一个是每一个网卡唯一的学历号 第二个是每一个网卡都可以接受的麦克地址号 那么这个麦克地址号有什么用呢通吧 我接下来想要获取你的麦克地址 我得发一个包来问你才行 但是我并不知道你的麦克地址的时候 你怎么不扔而把数据收了呢 我发过去的目的麦克地址的数据包是谁呢 目的啊 目的麦克地址 地址是 FF 就是我刚画的FF FF 请问他们 你们也发现 你们也发现现在是不是 我写了是不是6朵F了吧 这6朵F的数据给了他一份 给了他一份 请问他们 他一看不是他的麦克地址 本来是想要扔来 但是一看又是不是一个通用的目的麦克地址吧 他怎么的呢 他就收到了 他收到之后 链路层过了 链路层过去之后 请问同名是不是到了网络层啊 到了网络层的时候呢 一区分他并不是TCP 也不是UGB 反而是ARP 那么这个时候 再看看目的麦克是不是192的168的1.2的 请问 他发的这个数据包 是不是他应该问的是192的168的1.2的麦克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也又说到吗 回到这个地方啊 回到咱们刚刚给大家这个地方说过一个叫做 他 请问 看着啊 到了链路层的时候 链路层会让他通过什么东西啊 全为F的那6组 是不是让他通过 一要让他通过 请问这个数据包 是不是传对了IP层了吧 传到IP层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写 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吧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是传给UDP的 还是传给TCP的 还是传给什么的呢 接下来呢 他就通过特殊的办法 想方设法传给ARP 听懂我意思了吧 传给ARP之后 请问同学们 那么我总理知道你去问谁 没错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在网络通计过程呢 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接下来来继续了啊 继续 继续 这个是1.2 我简单讲啊 这个是1.1 那么大家想 权威F的这个Mac地址 是不是他已经收到了吧 给了你一份 你收 请问给你一份权威Mac的 你收不收 收 你也收 你也收 哪个回啊 我问的是1.2的 我这个数据包里边 一定包含1.2这个信息了吧 所以说他 在第二次判断的时候 不要的了 但是他第二次判断的时候 所以就把这个人包扔了吧 扔了之后 他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这边 会给他回送过来数据 请问他吗 回过来的数据的时候 你觉得还是广播吗 为什么不是 那他知道他吗 怎么知道的 发那个包的时候 原IP原Mac 是不是都可以写上了吧 那不就是说 当他知道之后 不就可以单播回来了吗 好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其实当我真正的想要 和我同学的通信的时候 其实要分为这么一个过程 第一步 我先看看 我的电脑里边的缓分区 里边有没有 就是我先看 我这个表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就先发一个数据 广播的数据包给交换机 交换机给他一份 给他一份 然后他们两个都在处理 第一次百分之百都在处理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只有正确的那个 他会反映 这个是不是就扔了吧 他把数据回过来 请问回过来之后 是否也就是说 我知道了192.168.1.2 对你的Mac地址 我知道了Mac地址之后 我可以干什么 我接下来把他那个Mac地址 组装到我的数据包里边去 请问接下来再发给你的时候 是不是就单播过去了 而不是广播了吗 你也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就克服了极限期的那种 全部的数据都是广播这个方式 这就是交换机的优点 他不是说交换机是不广播 有的时候也要广播 就像我发的东西 大家怎么样 看一下咱们的屏幕广播软件 你看 这是屏幕广播软件 有个地方有个设置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写了个192.168.33.255 如果目的IP地址 说的直白一点 你过后你可以试试 192.168.33.255 这个数据包一定会给咱们班里边的每一个电脑都发一份 你只要写IP广播地址 那么将来Mac地址 他就会自动填层塞塞盖物 听懂意思了吧 填塞塞塞盖物将来你的电脑一定会收到 怎么验证呢 咱们那时候用过一个东西 用过一个东西叫做抓包工具 还记得吧 我最后演示一下 点开它 抓包 你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 我的电脑给广播发的 那么Mac地址是谁呢 你看看Mac地址是谁 这是我的Mac地址吧 这是谁 Broadcast 是不是广播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填了六种F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目的广播的Mac地址 也就是说什么一点 我给你发数据 应该填你的Mac 我给他发数据 应该填他的Mac 我现在发个数据包 让所有的电脑都说怎么办 写大家都接受的 FF一定接受 听懂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你想把整个网络 让他瘫痪 你就通过特殊方式 你一停不停发这个 将来网络一定拥堵 这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能类似了吗 OK就他 但是同班 切记 咱们只是当做研究 是可以这么做的 不要在公司里边这么做 往往好一点的交换机 是有捞个日子的 他就知道是谁发了什么东西 听懂了吧 那也是东哥我的IP可以变 但是你的Mac现在你不会变 找你的Mac 一会就找到你了 听懂了 Mac里边它是有型号的 对中能够确定你是什么电脑 就例了 我对中通过查询交换机的记录 我查询到了是一个联想电脑 那我就找呀 来我就爱着看 谁是联想电脑 找出来了四个人 来把你们四个人电脑 某一个设置打开 我找对比那个值 我一对比你跑都没法跑 听懂了吗 所以说一般不要这么多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能不能改呢 是能改的 但是不会告诉你 怎么改 好那么到现在为止 咱们这个图 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大家应该对中 你要掌握的是什么 你听完了 你觉得什么是合金 第一个 网线是不允许剪开的 因为它里边传递的是电 是数据信号 而不是电流 第二个 机线器可以实现 将多个电脑 联系成一个网络 但是机线一个缺点 它所有的数据全广播 但是呢 它不好 对吧 后来呢 咱们说了 是不是来了个东西 叫做交换机 交换机 是不是该广播的广播 该单播的数有单播了吧 所以说它就学习的功能 它就学习的功能 好的吗 那么其实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说了一个东西 在真正的发送数据之前 实际上是先要得到 对方的Mac地址 得到Mac地址之后 是不是它也可以发吧 如果你接下来 想要发一个目的 IP地址为255的 那么直接写 6度FF 那么它的Mac地址 就确定了 那么我想 在这个位置 想要把所有的 都给它拿出来 怎么做的呢 ARP-A 这个列表里边 显示的Mac地址有谁 你就知道是谁了 你就知道是谁了 好了 那么只有这么多人 你怎么办啊 他们看着 我右肌刷新 意味着什么 你给我回数据 是不是意味着你在线呀 你看啊 接下来这就50多个学生 来 你再抖一下 你这不就逗来了吗 你说你想黑谁 来匪便选吧 你他的IP可以变 但是Mac地址 在我没有交给你 怎么变之前 你这哥们是变不了的 听懂了吧 所以说你只要朝着 这个Mac地址发 当然这个电脑 很可能就挂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Mac地址 好了 最后表达一个意思 先在你的电脑里边 缓分区里边找 有没有这个IP对你的Mac 有就直接发 要是没有 他们 我是不是通过ARP广播 来得到他的IP 得到他的Mac地址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还正确 给他发数据了吧 这就是这个道理 最终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言外自己在扩展 扩展 你了解了解 有一个东西 叫做ARP攻击 我只是一说就行了 你了解了 ARP攻击是意味着啥呢 看着 同学们 你在发数据的时候 先找你的缓存 找到了之后 是否还能填到他的Mac地址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同学们 假如说A 想要给B发数据 Mac地址是谁 这个数据一定跑到谁的 往上上去 没错吧 你看着 假如说 C是一个 是吧 不怀好意的人 他主动给他发ARP的回复的数据包 意味着什么 正常是他先发广播 是不是对方正确的人 是不是他给他回啊 还没等到你发广播呢 我先告诉你 什么呢 B的Mac地址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谁呢 是我的 然后呢 我再告诉一下B A的Mac地址是谁呢 我的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A接下来填成B的IP地址 没错 接下来拿着这个IP地址 是不是来找B的Mac地址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呀 他并不知道到底是谁的 所以说他取出来的是谁 就是谁 接下来把数据往这一发 交换机说 这哥们是他的Mac地址 来过去吧 听懂了 数据就跑到这儿 然后你把数据给他拷贝一份 复制出来 粘贴到文件里面去 接下来 你再把这个数据再发回去 他是不是可以收到 对于A B这两发 我给你发的东西 你收到了吗 B收到了 请问中间怎么的呢 是不是已经把数据 被人监听了吗 你接下来B给他 B给一回的时候 不是B那个缓动器里边 A的Mac 不是又是C的吗 来又来了 他再给他回过去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特点这叫啥呀 是不是这就监听了吧 这就叫做中间 中间人攻击 这就叫做中间人攻击 这就是ARP攻击的 非常简单的一种 我告诉你 现在我获取你的电脑数据 你说简单 有多么简单 我只要告诉咱们 每一台电脑里边的 所有人的IP对应的Mac 都是我的 你给你同桌 不管说的什么 我都收到 你懂我意思了吧 我接下来把他存到数据库里边 或者存到文件里边去 你说你过了五年之后 接下来比方说 你犯了个案子 接下来翻底的时候 你说这个底还找不出来吗 想找绝对找不出来 所以说同学们 你要小心了 不要在什么 在底下什么什么什么 东哥今天怎么这么胖呀 不要讨论这个了 讨论这个我就能看见了 原来我确实是把这个成绩写出了 但是写出了之后 最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都能抓到我们公司里边 发送了email 他本来是要发送email地址 现在给了我 然后我的转发 我转到那个地址里边去 完了 邮件里边都没有加密 发给谁呢 from to全部都有 然后第二 一大头 说了一件事情 当时我说不行 这个看看老婆的信 都是犯法的 是吧 看公司其他同事的信 来肯定也犯法 怎么办呢 立马把程序delete了 立马删了 所以说呢 从长进以后呢 在学生里边 反正是这个程序 没传出来 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删了 所有的老师 任何老师我都没给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没传说了 传说了今天就后果很严重了 是吧 你班主任在这办公 你去办公室里边一插 对吧 一插你的电脑 然后你班主任 所发的所有的东西 你不就在帮我 那么 刚刚呢 给大家稍微了解了解 ARP攻击 那么这个点 你要明白啊 核心点 咱们讲解了 到现在为止 IP地址 咱们要讲了 网络研码也要讲了 说麦克地址也讲了吧 刚刚他们讲解这支点啊 怎么办 来下课休息十分钟啊